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 俄方不打算改變瓦克蘭的政權 俄羅斯入侵瓦克蘭第一來說 俄軍進來想推翻他 想拉他 俄軍攻入基庫之後 他就說要扶植一個親俄羅斯的基庫政權 現在拉夫羅夫這樣說 很明顯放出一個軟話 這個軟話來說很明顯俄羅斯想 叫這個澤連司機讓步 大家讓步想拿這個協議書 看回之前你開的條件 很難簽就一定輸 那澤連司機也說得很明顯 就說 我們在這個領土問題 就不會讓步的 你要打呢 就跟你打十年都可以 嘩!聽完之後這個拉夫羅夫 這個普京 不飆汗 打十年喔 現在打了個多月 都打到俄軍呢 打到俄羅斯 這個俄羅斯真是亡國的 下面呢 又是這樣說 這裏他講呢 他就說 這個拉夫羅夫說 他說現階段 就不會 就是都是考慮用這個叫做常規武器的 為什麼會講這段話呢 有記者問他嘛 你進出烏克蘭呢 到現在呢 會不會用這個叫做核武 對烏克蘭 那他就說 不會的 就用這個常規武器的 他這樣說啦 首先 再看回上面 這裏啦 這個俄軍呢 是再次啊 是向這個叫做亞束鋼鐵廠裡面的 烏克蘭軍呢 發出最後通牒喔 是再次喔 你看到啦 什麼最後通牒可以發完又發的嗎 還要一個星期發兩次喔 這次最後通牒的限期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這個叫做20號 當地時間20號 下午2點鐘 就是我們的晚上7點 7點鐘 看回了 最主要說這件事 有些網友就說 他就說這個叫做 我們常常說叫做亞束營啦 亞束營是統稱啦 那有些網友就說呢 他就說其實這個呢 就是馬里烏波爾裡面 這個烏克蘭軍呢 這個數量呢 怎麼只一個營啊 我同意的 其實呢 一個女子 差不多啦 一個女子是多少人呢 五千人以上 一個營呢 就是五百人以上啦 那你現在說到明呢 就說現在這個俄羅斯就說 在這個亞束鋼鐵廠地體裡面呢 都有2500這個叫做蛤軍啦 這個叫做蛤蘭軍啦 這個2500蛤蘭軍呢 是包括加上這個叫做自願軍的嘛 為什麼這個叫做蛤軍呢 就是這個叫做蛤軍啦 就是這個叫做蛤軍啦 在這個馬里烏波爾裡面 俘虜了這些蛤蘭軍啦 那蛤蘭軍呢 就說回這個叫做亞束鋼鐵廠的情況啊 那現在這個蛤軍呢 就是現在說是包圍著這個亞束鋼鐵廠的嘛 那現在這些亞束鋼鐵廠裡面 這些這樣的烏蘭軍呢 就走進地下嘛 那之前呢 發這個最後通牌之後呢 就說這個蛤軍呢 用這些戰略轟炸機呢 就用這些所謂的地補炸彈呢 就炸這個叫做亞束鋼鐵廠啦 那這個叫做亞束鋼鐵廠呢 裡面有六層啦 那層層呢 的石屎都很厚的 那為什麼做到這麼厚呢 這個亞束鋼鐵廠呢 就是蘇聯時期啊 建造的啦 他的目的呢 就是防止這個核武攻擊的時候呢 這個亞束鋼鐵廠呢都頂得住 那還要說地下裡面呢 層層呢都有糧食的 層層都有武器的 那這個呢 就說這個糧食武器加起來呢 就算這個2500人都在下面呢 都可以維持一年喔 以上喔 那問題就來了 那究竟這個亞束鋼鐵廠裡面 真的有2500人呢 還是這個俄軍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俄軍打著巷戰的喔 那很明顯 是不是這個亞束鋼鐵廠裡面呢 地底裡面呢 有條通道 可以四通八達 可以通回這個叫做 城市裡面的呢 那現在啦 看回了 最主要呢 就說現在這個叫做 我們統稱亞束營啦 那裡面呢 基本上來講 我都認同是有一個女的 五千人的啦 那你現在你俄軍呢 是用幾多人來圍這個叫做 叫做亞束鋼鐵廠呢 保守估計 都幾萬人啦 那你正是看這個 馬里烏波裡面呢 有支部隊 那支車神部隊 那他自己號稱呢 他自己號稱呢 就說有成萬人在這個馬里烏波裡面的 那這些車神部隊 我想呢 普京見到他們呢 都頭痛的 那這些車神部隊 怎麼頭痛呢 那你要看回那些影片來講呢 有些人都說啦 根本這個叫做 車神部隊呢 就不是打仗的 是打卡 那見到他們拍著呢 拍著那些片 拍著他們真的開機關窗的 在窗口掃的 那掃完之後呢 在那裡大叫的 那大叫叫什麼鬼呢 那你打過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又見到他打天空的 不知道打什麼呢 不知道就是打飛機啦 然後在那裡大叫 那這些很明顯是打卡啦 就是拍給這個普京看 我是真的有開過槍的 就不知道打什麼呢 那浪費你的子彈 那你看回亞束營來講 很多時候呢 你見到亞束營是真的做到事情 他放一些影片來講 無人機拍到啦 他們真的呢 是對這個俄軍呢 做一個叫自命的攻擊 那現在你看回 這個亞束營來講呢 對這個俄軍來講呢 是真的呢 非常之影響他們啦 因為你兵臨城下攻那麼久 都搞定都不能搞定這個亞束營 那接下來呢 他還要5月9號 最緊要 搞這個叫做什麼 聖利大龍鳳啊 在莫斯科搞嘛 這個聖利大龍鳳 不知道慶祝什麼鬼 是不是真的慶祝他們 叫做 叫做 書到這樣呢 都要慶祝呢 這些是不是真的 又是叫做轉移視線呢 首先這個叫做5月9號來講 可能這個叫做俄羅斯 這個叫普京 5月9號來講 就是這個叫做 維均馬尼烏波爾俄軍 你怎麼都要搞定這個叫做亞束營的啦 你搞不定呢 這個5月9號來講呢 慶祝來講 真的我想這個普京都笑不出 擺明現在笑不出啦 其實現在你看看兩個層面來講 一個扎蓮斯基和一個叫做普京 兩個 你看到現在很明顯這個扎蓮斯基 在這個叫做形勢來講 在這個地域來講 挖蘭的面積都比俄羅斯小 最主要就是 現在扎蓮斯基的氣勢來講 就勝過這個叫做普京 你看到普京裡面 有沒有人跟他聊天啊 有沒有人去跟他聊天啊 有的 少咯 少得可憐咯 你看扎蓮斯基 明知現在機庫都不是那麼安全啊 多少這些自由世界政要呢 進去這個叫做機庫裡面 跟扎蓮斯基打卡 扎蓮斯基還要選人喔 不是個個都見喔 有些他都不想見 那就見到了 氣勢來講 就這個挖蘭贏了啦 所以這個現在這個叫做普京來講啦 那現在真的老鼠拉龜啦 對這個挖蘭 那最緊要北邊還有一個芬蘭喔 芬蘭呢 就說呢 會提前呢 加入這個叫做北約喔 就說 就來交表了 好明顯啦 你普京最主要的目的 就不想被這個北約東曠 現在芬蘭都東曠啦 他都理你都傻啦 那你普京是不是沒有了面子啊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 可以看我嗎 用來吧 是嗎 是嗎 我們來看看